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剧情设定来看 夏处长的白月光应该是已经牺牲了 每次出现都是被怀念的感觉 虽然夏处长在隐秘而伟大这部剧中没有收获完美的爱情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夏继承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白月光 而且还是在白夜追凶的现场求婚 简直不要太浪漫了 夏处长的白月光就是隐秘而伟大中上荣生的女儿少小姐 两人共同参演一部剧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了 少小姐这个角色也是剧中出现不久的人物 剧中沈清禾解救了上荣生 除了工作原因外 她还和上荣生的女儿少小姐从小就是好朋友 两人更是同学 饰演少小姐的演员叫马威 2017年9月 王霜正在拍摄白夜追凶的现场 向马威求婚成功 本来以为顾耀东和沈清禾才是这部剧最甜的情侣 没想到直到少小姐出现 才发现戏外夏处长和她才是最让人羡慕的情侣呢 调皮的网友也是调侃 难怪夏处长拒绝沈清禾 原来她心中的白月光一直都是少小姐 基基也在这里祝福他们事业 爱情也如芝麻开花节节刚 一祝福订阅和看到基基视频的朋友们事业 爱情双丰生